看萨德伯瑞341D 它为什么在专门立个那个牌子 它就是终点 它实盘的不就有点 我们这次从多伦多出发向北 先到萨德伯瑞 然后再从萨德伯瑞往西开 一直开到苏森瑞 然后再从苏森瑞往东 经过萨德伯瑞到纳斯贝 然后再从纳斯贝回到多伦多 传承大概1500公里 这个距离基本上是从安大利湖的北岸 经过修林湖的东侧 一直开到苏森瑞湖的东南角 因为这一片位于加拿大地盾上 所以它的特征就是突出地面的岩石 这种特征在Google Map上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像这种土褐色的这种地方 都是突出地面的岩石 在水边或者在这个落日的时候 拍照这种地貌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人家冷农的农村礁定 它礁那么高 它整个你看它那一长流它都有水物 它这是怎么出来的 能那么大水物 真是为什么这颜色 我肯定是着火了还是 可以烟嘛你看 你知道吗 Instagram不知道 它干嘛了 指甲 不是指甲 它是相机嘛 因为它可以拍360度 所以它好像就现在也是运动 走运动相机这个路的吧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它是360度 在路边可以随处看到这种突出地面的岩石 我们看到了前面一个侧头在跑 我们就想起了trucker刚哥 刚哥有这个网红的旗子 嗯 这个不会是刚哥吧 刚哥是在BC是吧 对 刚刚这车点出这样 嗯 然后这是个bill 看这是个车头吗 不是车头 车头 它这就是一个车 不是车头 你以为这个车头呢 这里简单说一句关于休息区的事 实际上过了Berry以后 再往北就基本上没有正式的休息区了 如果你在Google地图上能够看到 比如说它说有休息区 但实际上这种休息区是非常简陋的 实际上就是旁边多出一条路来 然后可以把车停在哪地方 这种休息区没有餐饮加油和卫生间等服务设施 这路上时不时的也能看到修路的地方 因为加在这边没办法 只能在夏天修路 冬天太冷了 根本没办法施工 根本没办法施工 说蓝天就是白云 要不就是石头 地势在不断变化的时候 不像国内那么直 哎 石头都骗了 这都不用刻意绿化 是吧 中间就有绿了 我记得那时候就说 国内的高速太那个什么了 两边吐鲁巴迪什么都没有 开场了 也反馈了 然后特意正见这个带着要弄点花花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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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那会儿的小花 来点水 我这云彩 其实你要去找一大片银在吗 打一大片挂架 其实这要答应出来 答应听答也好看 这东西就离远了好看 这就啥也没有 这离远了 这里也就是蓝天白云丝头了 其实还有另一种休息区 虽然它就是路边的一个 类似一个小公园的地方 这种呢就可以看到路边 有一个注意它路边的标志 它一般就是一个 picnic table的这种标志 注意路边这个蓝色的牌子 靠近看可以看到一个 picnic的这种标志 这就是一个休息区 虽然它相当于一个小花园 可以看到这个picnic table 进去以后可以看到 它是有卫生件的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在路的后半层 逐渐陷入无聊模式 所以想拍一下对面开过来的 每一辆车 看看能坚持多久 好了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实验我只坚持了3-4分钟 就放弃了 因为觉得实在有点傻 谢谢您的关注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下次再见 祝您身体健康